在中国随朝之后千余年 对普通百姓来说 不参加科举是没有出路的 在中国古代 士这个阶层是势力最大的 甚至皇帝也不能与之对抗 主要也是因为这个阶层 能有效地保证社会的稳定 皇家便与之合作 共治天下 但在个体上 这个阶层不断出现 个别实归命捡的个人 因此能使这个系统不断地轮换 即使前王朝灭亡 新的王朝还会在学子们的 共同努力下建立起来 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 王朝随不断更替 但社会制度是稳定的 斗转星移 时光到了明万历二十五年 也就是公元一五九七年 张代出生了 在张代生命的第四十八年 明王朝灭亡了 而张代活到了康熙年间 八十七岁而亡 所以张代的一生是那个时代 时代夫家族在王朝更替时的典型写照 张代绝对是体制内 时代夫阶层 从高祖到祖父 一门两代进士 一个状元 这三代高中的祖签 虽然仕途不顺 但足以支撑张家后人的奢华生活 据张代记载 他儿时的住处窗外有广场 入夜在月光的映照下 灯光摇曳 那景致真是每日无虚日 张代描写道 河道上游船往来如之 隐约能听到丝竹之声 空气中香风飘渺 是附近精致楼台上歌女们愈后登场了 夜晚红灯出燃 沿河道蜿蜒连坠 那情景令张代终生难忘 这导致张代对灯笼有着极高的品位 曾聘请福建的雕刻工匠 为其制作灯笼 这位师父成为府台大人制作十架灯笼 由于雕骚精密 耗时两年才完成 但府台大人已去世 当地一位同乡官员 听说张代喜欢灯笼 便将灯笼买下 装在目睹中送给了张代 张代当即给了他五十两文银 张代认为这还不及灯笼价值的十分之一 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出张家在当地官场上是很有势力的 虽然张代既在其祖上为官清廉 三代皆因官场清亚 辞官隐居 甚至几乎被处死 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奢华的生活 这大概就是人们孜孜以求科举极地的原因吧 张代曾与他三叔研究品茶 什么茶配哪个泉水 用什么茶盏才能尽显其色泽 是否在合适温度时加花瓣 什么茶温虾饮最合适 这不是奔走抢食者能想象的 张代与一般贵族子弟一样的兴趣广泛 并且对某些爱好入了迷 他曾迷上了古琴 并与六个情趣相同的富家子弟经常切磋 他在一篇小品文中写道 若能定期操琴 便可兼顾琴声 见响与松丰三者 令众山皆响 这高岛的义趣已非一般人能懂 这也就产生了他著名的品文 胡心亭观雪 但在张家不仅仅是张代艺人会玩 张代回忆道 他的祖父张乳林曾组织蟹会 就是品尝螃蟹的蟹会 阴历十月和蟹当令 蟹熬色子且肥 时辰选在午后 讲究时辰干枝契合 阴凉的蟹肉不会伤身 他们吃蟹不加油盐 只是原味 每人六支河蟹 品河蟹不同部位的味道 为了保持独特的味道 每支河蟹要单独争主 张代的书工喜欢饮酒 常在自家花园聚重好饮 张代描写随文风古俏 但实际上其书工 就是时常在耍酒风 他的二叔喜爱收藏 其收藏的瓷器 有三件观歌定谣的诵词 其他收藏出手就是数千两文银 如此看来 在古代一旦取得功名 其日常的人生 即使再惠莫如深的描写 还是普通人不敢想象的 头悬梁追刺骨 都是扬名立万的事迹 张代在万历四十一年曾游览泰山 其经历会引起现代人的共鸣 泰山历史悠久 古迹众多 张代估计每日相克就有八九千人 望迹能达两万人 张代说 上山途中便不得清静 到处都是叫卖省 当地官府收每位相克三岁一前二分 每年的收入轻松可达到二三十万两 这笔收入由当地官吏 与此处的三个王府均分 张代到此先见到牙甲 现在叫导游 草马御所寄馆充斥街道 寺庙周围有各色艺人卖艺 叫卖的商贩追着香客叫卖 住客栈 每人需缴纳利盈三分八 额外花销令计 客栈供餐有各种名头 早餐 途中午餐回客栈的席贺 一级进香成功庆贺一席 早餐为素餐 午餐有水果煎果素酒 席贺内容颇多 有等级之分 有弹唱的 有歌女陪伴的不等 上山途中 杠夫给乞丐银钱 都计算在客栈 奋勇内 山顶有陛下援军殿 求子的 求功名的 求医的 供奉各种稀奇百怪的贡品 山顶还卖供奉的香油 张代本祥等云雾散去 一览众山小 怎奈教夫牙家急着要在变天前下山 回到客栈 牙家给准备了朝山归宴席 庆贺张代朝圣成功 牙家内心欢喜 但张代感觉索然无味 夜晚 张代看到满天繁星和牙家说要再次上山 遭到了拒绝 无奈自己另顾了山罗 当地人无不在身后指指点点的嘲笑 这一次张代得以仔细看了山上寺庙中的佛经碑文 张代对此次进香朝外印象深刻 认为充满了铜臭味 他发现很多碑刻都是把前人雅致的碑文打磨掉 刻上了流俗的万代瞻仰 万古流芳一类的文字 他认为乞丐与相刻 无不坐见泰山的清净土 知天下名利人坐见世界与此相等 这时张代对孔庙也没有了历史忧情 他说孔庙须付钱才能进去 到处是诗荡唐图的标语路牌 引诱不明就里的游客 如此看来旅游夜之乱象 由来已久 明末就已经这样了 呵呵一笑 张代虽然出生在三代状元近世之家 但其本人求取功名却不顺遂 张代终生未取得功名 南明时期张代加入了鲁王政权 捐出了全部家产 鲁王战败后张代逃入深山中 所有家当仅剩破床碎机折顶病情 与禅书数字缺验一方而已 张代尝到了挨饿的滋味 向往陶渊明作品中的世界 他耗费数年书写的史书十贵集 计划写到崇祯登基为止 这应该是张代为自保在著作上留下的伏笔 张代分析认为 明朝的灭亡不能把责任都怪到李自成一人身上 明亡人人有责 国家实际上已经朽坏了 康熙三年 因欣赏十贵集 而被清朝的学官古应泰聘请修 明朝济世本末 这位张代带来了一定的收入 乾隆四十三年 据朝鲜使团随缘李德茂记载 曾与古应泰孙谈及明朝济世史末 古应泰孙聂如良久 说先祖因此书被祸 康熙二十九年 年七十作死 这是个危险的活 张代晚年忌述期梦到了 陶渊明的桃花炎记版的神仙福地 由隐士打开石门 洞中积书满架 开卷试读多是如蝌蚪 鸟记霹雳撞文一样的文字 梦醒深思 隐约感觉 人间不应只有科举世界 张代应该是1684年此事 享年87岁 三年后 在远隔重阳的英国 牛顿发表了他著名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这次就在春阳的生命中 提高卷试诶 一会儿